174 星島日報 古惑假茶包運90萬大麻花 2015年7月15日港民A12海關過去兩日連破兩宗古惑大麻花案 昨晚在大圍區捕一名運輸工人,發現他異鄉分辟除氣味、茶葉包作染色 涉反運4.5公斤懷疑大麻花,市值近90萬元 另外,該科人員前日在九龍城區捕一名餐廳市應 涉藏有真空包裝,值24萬元懷疑大麻花 海關毒品調查科人員,昨傍晚7時許染至大遺跡覆街埋伏 發現47歲任職運輸工人的目標男子,攜帶多代茶葉 已開客貨車網送貨,關員現身截停 搜查發現茶葉是半公斤懷疑大麻花,阿他返回預所 供手獲4.5公斤懷疑大麻花,市值近90萬元 Picklet毒小女被捕關員調查發現,屋內以香分辟除大麻花氣味 並以小茶葉包來包裝大麻花,每包7克,售價1400元 疑犯被捕時準備駕駛客貨車送貨,居食,被捕運輸工人有其他案底 首次涉毒品案,該科官員前日傍晚 在九龍城拘捕一名39歲男子,在其私家車上一個旅行袋 手獲5包共重1.25公斤懷疑大麻花,市值24萬3千元 該批大麻花以真空包裝,防止大麻花氣味日出 另外,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,前晚7時30分 在元朗福樂健拘捕一名16歲姓黃少女 手獲市值31000元懷疑匹列可加恩及一個電子磅 記者羅振輝黃碧銀 李姆濳 金 公娃 還有 很